台鲁格号的事故过后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昨天也针对这回的伤亡者 至上哀悼 而且说这回不幸的事件 让他联想到了日本311大地界 菅义伟同时也提到 台湾当年提供了大笔的捐款 日本感念之金 当然这回的司机员被ATV系统证实 他们真的在最后一刻 进了最大的努力在刹车 因为根据运安会的推估 这回他们的反应时间 只有6.9秒 加上你刚刚看到的 这个重得到何人路段 在经过清水隧道之前 还会先经过一个隧道 所以驾驶等于是从暗处到明处 那眼科医师就说 你光要适应就要5到12秒钟的时间 所以这难度真的太高了 不过更有更多时间反应的 反而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事实上铁路行车安全改善了6年计划 在这个路段的施工单位 交通部已经针对了工程查核 给了总分78分的成绩 这当中包含中眼 包含联合大地 还有东兴营造 都有舒适被扣点 中眼跟东兴各扣2点 联合大地被扣了7点 是该公司近5年被扣点最多的工程 这难道不是一个 该加糖监管的征兆吗